歡迎來到節目現場 在請教主席之前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中國他們現在主打的這三艘軍艦 首先看到的是 飛彈核潛艦長征18號 它有什麼樣的特性 它可以攜帶射程 1.2萬公里的飛彈 也就是說不用出巴士海峽 在南海就可以直接打到美國的西岸了 接著來看到的是第二艘這個大連艦 它的主要功能 是提供航艦打擊群 兩棲攻擊群的護衛 可以扮演區域的航空角色 以及最後第三艘的海南艦 它上面可以運送三個步兵營 還有兩個加強戰車連的兵力 可能在南海問題 會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 主席 今天我們的國安局長 陳明通在立法院被問到的時候 他也坦言說 中國現在這樣在南海的佈局 真的已經讓周邊的地區 都已經形成一種緊張的關係了 這我看台灣人不要一直 他講要幫你推 大家就要怕死 這也很久了 像蔣介石時代的學習台灣 現在也是還要幫你台灣死這樣而已 大羅門嘛 我倒覺得我們一直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假設幾天後 台灣都要讓中國沾去了 亡國了 不管是中華民國或是未來的台灣國都不一樣 阿強已經沾台灣了 你覺得他可以吃得掉台灣嗎 我介紹一個電影很有趣的 差不多要20年前一個 湯姆克魯斯阿湯哥演的電影 外星人 那個電影的名字叫做世界末日 外星人有很恐怖的機器的怪獸 佔領了整個地球 結果地球人束手無策啊 但是後來那個外星人就突然間死光光瓦解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外星人沒有接觸過地球的感冒的病毒 感冒 如果感冒病毒接觸到就死了 這個其實 這個 共匯如果來佔領台灣 會出現一個現象 他沒有忽略掉 共產黨不能接受的兩個病毒 第一個是民主啦 你不可能把台灣人一下子殺光光嘛 一定有些 至少有一些統派的嘛 會留下來 好 這些病毒他會傳播一些 民主的信息到中國裡面 對 共產黨都在吐槽 幾百萬人 幾千萬人 交流嘛 你就通過一天 你去中國裡面傳播什麼叫民主 什麼叫做反對 什麼叫做吐槽 什麼叫做罵執政黨 那就是死了 共產黨都在吐槽 第二 不要忘記 你用暴力來奪取台灣 台灣一定會產生暴力反擊的台獨 你知道現在台灣的台獨分子 大家都不想打仗的 你去問所有 我每天都參加在台獨的獨派 獨派團體的活動 大家也沒想到政經 可是你一旦動武了 我告訴你 台灣現在怎麼民調都有十幾%的民眾說 即使打仗我也要堅持台獨 這有十幾% 那如果前衛 既就跳到50% 你開始 因為台灣的恐怖分子大量流入中國去 現在就不只僵賭賭賭在鬧了 台灣人哭去到現在 要放一張爪丼 北京要把你放開 很簡單 你每天就要面對 台灣人準備跟你 你滅了我的國家嘛 我也讓你滅了啊 阿共就吃不太久了 不過我覺得啦 但不要走到那個地步 說實在啦 人家要這樣就是 阿共也不用想說 我滅頭部很大量的 到時候你就是 流傳染病死的 就是說民主的傳染病 民主對我們來講是 是很有力的武器 你不要把它當作是壞事喔 再來 台灣意識 台獨意識 我的國家讓你不丟 我哪有可能接受 我也要把你不丟啊 這樣的意識產生的話 中國他 即使吃掉台灣他也 他也多久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台灣的軍方 我們的軍方 其實不要一直 剛才大家 其實我這兩年來 大家在討論的就是 哎呦 他會先打隊 哎呦 會站離島 或者什麼從哪邊登陸 他的什麼軍隊會打到你哪裡 什麼斬首行動 我們這幾年都在講這個嘛 其實不對啊 你如果我們軍方 擺定態度 你敢動我一根寒毛 我就是直接 摧毀你的權力中心 北京 上海 廣州 重慶 就給你一次 哎 台灣有 什麼 我們前幾天發射的叫什麼 無限高飛彈 無限高飛彈 不是去打火星 不是去打月球 就是洲際飛彈的意思 只是彈頭 我們到底有沒有核子彈頭不知道 你如果有核子彈就漏下去 我怕就牽起來 心中就疼了 你要告訴對方 你不要隨便摸我一根寒毛 我不會跟你搶什麼東沙島 什麼什麼太平島 包括我的澎湖站的金門站的 離島被你站 我就常常給你推 共產黨他惡行惡狀 他最喜歡的就是彈彈打打 哎 我給你推一下 開始坐下來彈 啊 你害怕了 哎 我第二次又打你了 你就打你的土地一塊一塊撕掉 你的信心一天一天的流失 不要這樣 你只要敢動我一根好毛 我就讓你玩不下去 你先擋手 我就讓你擋腳擋手 這個概念啦 這個我們的軍方要教育我們的人民 這是敵人 不要在那邊心存僥倖 也不要再告訴人民說 買啦 買來打啦 美國有日本 不要再講這個理由 當然那個是事實啦 美國日本其實 如果一個國家不能自救 以色列當初也是能夠自救 美國英國才幫助他的啊 那麼多幾億個阿拉伯人想要 把他滅掉 為什麼到現在滅不掉 他有自己生存對抗 周邊侵略的能力 美國人 日本人才看你會去啦 不要一直記台 別人要來救 這是我對阿強要來打 我們開始研究 怎麼打贏他的策略 應該台灣人所有人都要討論這個議題 然後最簡單的 處理方式先把台灣這些 人民解放軍的文宣部隊 這些媒體 這些料 他一看就知道 他的臉就跟你說 我是共產黨的廟別 趕出去啊 連這個都不敢做 你能做什麼 好來 我們面對到 中國對於台灣的威脅 真的是與日俱增啦 停非為原 所以剛才主席一直不斷強調 要有這種敵我的意識 我們來看到副總統賴清德 最近也是再三的來強調 台灣主權獨立這件事喔 他說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跟中國是互不隸屬的 再次的站穩我們自己的腳步 我想這已經非常清楚了 台灣本來就是一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跟中國是完全不隸屬 一人一兵一國啦 完全沒有和尚尚堪倫 所以今天中國一直要強壓台灣 強壓台灣只是要失憲它成為 世界第一大國的一個野心 那它這個野心也已經被美國 被其他國家都看破手腳了 從一帶一路我們看到 那麼多的國家原本好像讓它這個 包著糖衣的毒藥被騙了 然後現在慢慢的越來越多國家拒絕了 甚至有些是因為一帶一路而 招致到這個負重債 所以其實很清楚 它的一個手段已經慢慢被看破手腳 這才是現在最重要的一個狀況 那今天其實 其實美國不斷的也說市井說 有可能中國六年內會攻台 那其實這個市井其實要讓我們大家 包括不只是台灣還有世界各國 大家都要拉緊神經 為什麼要拉緊神經 繃緊神經 因為重點是 中國其實重點就不是在台灣 它重點就是要竊取你美國 這一個第一大國的位置 也就是要把所謂印太區域的安全破壞掉 它才能夠進行到所謂攻破第一島鏈 把所有的國家能夠完全掌握在手中 所以其實台灣為什麼現在世界各國 慢慢去看到台灣的重點跟重要性 其實國民黨一直在說 台灣就是基地 我說你要做基地也不簡單 你今天如果沒有重要的位置 你的地理位置 你的各方條件 都能夠讓大家覺得你很重要 沒有你不行 你當什麼棋子啊 誰理你啊 誰管你啊 所以我覺得說在這個時間點 台灣的重要性已經慢慢被世界各國看到了 而且也知道沒有台灣在第一線做一個防備位置的話 隨時中國去做攻打的一個動作 你無法反抗 你也無法有所謂緩衝地帶 所以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是 除了台灣自己要自立自強 剛剛主席所說的自立自強 這很重要 如果你今天台灣沒有自立自強 誰能夠給你 十足的一個戰備協助 沒辦法 你第一時間都被攻破了 對 人家要來救你也要有時間啊 來不及啊 他即使要調度所有 像日本我要調度我的自衛隊來協防你 也要你有時間讓我調度來協防你嘛 那美國的艦隊要全部來到台灣海峽 來到南海來到所有周邊 去為你台灣去做一個鞏固的動作 你也要讓人家時間啊 所以為什麼現在我們所做的戰力 全部都是阻絕在外 就是強化在阻絕在外拉長戰力 拉長也就是讓其他國家能夠來協防的時間嘛 當我們能夠阻絕的時間越長的話 那麼其他國家來協防 包括日本 澳洲 現在已經很清晰 美日的聲明已經講了 他們一定會動 為什麼他們不動的話 台灣沒了下一步就是他們啊 這很清楚啊 再來澳洲為什麼會動 澳洲部長 國防部長也說啊 他們不會做事不管 他們也一定會動 因為這是整個印太區域的民主政體 也就當你中國要破壞整個 國際秩序的時候 他們要站出來 因為澳洲最貼美國的嘛 對 今天這個國際秩序如果被破壞掉 請問最大受害者是誰 就是美國嘛 因為他已經把你的周邊都吃掉了 都把你美國 中國已經把美國周邊都吃掉了 如果你今天連戰備 連國防 連台灣你都守不住 那你就是第一島鏈被攻破 那你都不用說了 那不用說就是下一個第一大國是誰 就是中國 所以其實這整個戰備位置 我覺得今天我們不要自己 好像自己覺得自己很 很小 然後國家很小 什麼都很小 人口小 我告訴你 小才是尊貴 因為沒有我們有可能 印太整個區域的防衛鏈會被攻破 第一島鏈會被攻破 整個國家會 整個世界的主體會重組 這個重組之後是很可怕 中國是用威權要來重組全世界 不是用民主耶 現在我們是用民主聯防 可是如果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國之後 未來是用威權要來聯防 請問你可以忍受住到時候的狀態嗎 我相信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忍受 如果我們這樣子不斷的民主演進 演進到現在必須再走回頭路 就因為我們自己沒有鞏固自己的能量 然後世界各國沒有辦法團結在一起 而被中國這樣趁機而入的話 那世界各國不是美國我相信大頭病 絕對是第一大頭病啊 他自己的位置就不見了啊 所以我認為現階段 中國所謂的他啟用的三艘主戰戰艦 他現在一定是要把自己武裝起來嘛 因為現在已經在做串聯啊 美國跟其他國家在做串聯啊 然後跟台灣已經變成一個聯防啊 他們又武裝起來說 欸 我也換在這裡 我還有在頂端的喔 你不要認為我是已經 這個氣數已盡喔 我現在還在動喔 而且我還成立了所謂的主戰艦隊喔 可是他這個就是大外宣嘛 一方面大內宣一方面大外宣嘛 大內宣是讓他們自己國內的人可以團結嘛 說雖然世界各國在做聯防 可是我們的戰力還是具備的 他要做大外宣給他那些友邦說 欸 你不要動喔 你不要輕舉妄動喔 我還在喔 我還活著喔 美國雖然現在這個大動作 但是我還活著喔 這就是大外宣跟大內宣 這是不得不 但是如果我們因為他做了這些動作 而我們自己就好像擔心害怕 那甚至就不敢有所任何的動作 我覺得那就太可惜了 我們反而現階段 我們利用我們自己的地理位置 我們要更強壯 我們大聲喊出 台灣就是台灣啦 台灣絕對不怕你啊 當然要打台灣的時候 台灣絕對有力量 我們能夠把所有的戰線拉長 結合所有世界各國力量 給予台灣最大的奧援 沒有錯 中國的野心真的被人看齊齊了 也難怪現在國際上抗中聯盟的國家 是一個接一個 好 我們稍微來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就要看到的是 國民黨的主席改選 剩下不到三個月了 好 那現任的黨主席張啟成呢 這個禮拜天是回防到他的台中大本營喔 連辦了兩場簽書會 那台中市長盧秀燕 也給足面子出席力挺 我們稍微回來 一起來看 國民黨主席張啟成 回大本營台中辦簽書會 受到支持民眾熱烈歡迎 台中市長盧秀燕還當神秘嘉賓 表態力挺張啟成 在這本書裡面 他也提到他對未來的展望 我會大力支持他 前立委嚴寬恆也到場 江啟成連辦兩場簽書會 在這本書裡面 另一場擇邀前台中市長胡志強 大咖站台被視為 幫七月二十四的黨主席 直戰暖身 主席選舉這件事情 我是非常平常心 因為他就是一個黨內民主 我跟韓市長其實都有聯絡 我們的溝通是 算是暢通的 那至於大家各自的 未來的打算 這個我想我們都要 彼此相互尊重 強調尊重黨內民主機制 但國民黨主席改選 剩不到三個月 除了蔣啟成已經表態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前主席朱立倫 還有國民黨智庫副董事長 連勝文都仍在觀望 不過連勝文 近來勤跑基層 週末還特別到北投參加黨員座談會 我們一定站得起來說好不好 好 我們希望是要選黨主席 我們來第一天 聯絡人物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支持者嗨到大喊選主席 連勝文也自豪 他提出的專職黨主席構想 受到基層認同 當然不是我在吹牛 大部分的人 對我們這個 所訴求這個專職黨主席 黨務中立 這個無私的這樣的想法 是表示認同 因為我在立法院的關係 所以我能夠掌握第一線 民意的一個脈動 也讓黨務在第一時間做出 最即時的一個 跟民意的一個反應 我認為我兼任黨主席是一個優勢 江啟成回籍 兼任反而是優勢 黨魁之爭已經秀到了岩宵位 7月底馬上 國民黨黨主席就要改選囉 佩芬姐現在剩下不到三個月 我們看到江啟成 他是最早表態說 一定要來尋求連任的 那他這個週末真的動作也是很多 回去他的台中 那就是他的大本營 連辦了兩場簽書會 這個現任的市長 盧秀燕也來了 那前市長 胡志強也來力挺 不過現在怎麼會基層有傳出說 到底江啟成要不要跟朱立倫 來個江朱和這樣的聲音呢 佩芬姐 其實在講這個黨主席之前 我稍稍補充一下 剛剛講的那個台海的關係 就說你知道嗎 我覺得剛剛那個永鴻兄有講說 那個中國大陸現在是夠人玩 他之所以夠人玩 倒不是說他真的下水餃召見 他那個疫苗搞成全世界這樣雞飛狗跳 看看印度現在每天三十幾萬人確診 你知道沒有一個人真的能夠接受 全世界被他搞得雞飛狗跳 但是你知道嗎 這些國家 我覺得台灣真的要像他們講的 就是說真的要自己自立自強 因為你必須自己站穩腳步 你知道嗎 台灣今天被需要是因為台積電 但是1950年代台灣也被需要 第一個台灣的戰略地位 然後第二個就是當國際局勢改變的時候 台灣就有這個價值 你知道我們1950年代 其實美國已經放棄中華民國 可是當韓戰爆發的時候 美國又在這邊搞那個台海 什麼防衛條約 那個什麼美軍顧問團 還在這邊防衛 那你知道今天雖然剛剛講說 法國德國的時候有軍捐要到南海來 但是不要忘掉 法國還跟中國大陸訂購了十艘大的貨輪 那個貨輪比現在那個長四號還要大 老共很會造船 但是老共不會打海戰 你知道1895年 北洋艦隊被日本打得光光的 所以他不會打海戰 但是他很會造船 不要被他嚇到這是事實 但是我們也要真的非常小心謹慎 因為你比如說日本人真的很討厭共產黨 他今天搞得全國人 東奧要不要辦都不知道 可是那個菅義偉回到日本的時候 人家問他說他說如果說真的 中共要打台灣的話 智慧隊不會伸手 所以我覺得官方跟民間那種感覺不一樣 但是台灣一定要自立自強 這個是很重要的 講到這個黨主席的競爭 你知道嗎 我那天聽一個民進黨的一個 你知道他們那個AIT 那個陶德來的時候 AIT不是邀請了 每個政黨邀請了兩個委員去 那有一個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就跟我講 他說江啟臣 他真的不像一個黨主席 你知道嗎 黨主席其實是非常有權威 有威望的人 因為整個黨的黨功都是你提名的 對 可是你在看他每次出來就是他自己 然後要不然就是他越帳 你知道我前不久參加一個那個國民黨大佬 他一個新書發表會 所有國民黨大佬 中佬 小佬 通通到了馬英九 吳國雄 全部到齊 他也來了 他是跟他越帳一起來 你就很奇怪 那個民進黨那個政治人物就跟我講 他說你知道嗎 我們甚至包括連柯介民那種出來 我們旁邊都站了好幾個人 就說至少威望也要有 那種壯聲式的感覺 他沒有他每次說他自己 他是個好人沒錯 像那天那個什麼謝昆宏 謝昆宏 在那個中常會講什麼 國父登到成仙那樣子 那種場合他立刻就可以叫他閉嘴 叫他坐下來 他沒有啊 他就眉毛擠一下 旁邊的人就翻個白眼之類 你這黨主席的權威到哪裡去了 因為謝昆宏說他是那個 國父的繼承人 對 但是問題是 你知道嗎 你國民黨的黨主席 今天每個人都說他太軟弱 你知道但是你說 連聖文講的說國民黨這個要這個 專職黨功 不管你是不是專職 但是你私心很重要 記不記得最近有一個國民黨的這個 桃園的五連霸的一個立法委員說 你國民黨今天會敗成這樣就是 吳敦義嘛 你私心太重的一個黨主席 然後你自己又想選 但是又不想別人選 然後就把這個韓國瑜弄出來 他明明知道韓國瑜問題一箩 他認為韓國瑜最後會退選 選不下去他就可以上去 因為國民黨的黨主席就是總統的當然候選人 結果韓國瑜打死不讓的時候就輸成這樣 高雄市長也沒了中央政權也沒了 所以你今天這些人沒有一個人講清楚 你要怎麼帶領國民黨對不對 你說今天然後你也不要低估那個 改說國父成先的那個人 他改那樣子他也當姓中常委 而且他當了好幾任 七八任的樣子 你知道國民黨的中常委 因為我今天出門以後才收到這個通知 否則我就會帶一個當年蔣經國時代的 那個中常委的名單給大家看 那個時候的首席中常委 是顏家幹 第二名是謝東銘 林陽港排名第四 李登輝排名第十四 都是執政黨的大員 而且各個部會的負責人 資深的軍方的政府的 你現在這些人去選 也不要低估那個蔣國父成先 他是聽說是農業體系的 那個出身的一個小咖 就是哨主 那另外一個李德偉也是很不得了的君主 他家就有那個復興小學 那復興小學是蔣宋美林辦的 那蔣宋美林當年辦這個學校 請了他幾個手帕交去負責去run這個學校 結果那幾個手帕交還來還去 就把這個學校整個盤掉了 就把蔣宋美林的學校把它ㄎ掉了 然後蔣宋美林就很生氣說 他就另外又辦一個小學叫做 蔡興小學 你復興小學完了我就蔡興小學 那李德偉他的爸爸是李志鵬大法官 那他媽媽現在就是復興小學董事長 你在想他有那樣的背景 然後也有錢 然後貴族學校 所以他要選中常委也很輕鬆就選上 所以中常委搞成這樣淪落到今天 馬英九要負全責 你知道2008年馬英九當選總統 兼黨主席 國民黨等於是完全執政 然後中常委的話 國民黨以前就是說 你至少一半是政府各個部門的負責人 然後另外一半就是大家去選 那國民黨的話你今天沒有執政 你至少這個地方的縣市首長 就是大諸侯 應該是這些人 你怎麼會選出這樣的人 那馬英九就說他通通打掉 他也不要栽培任何人 他就說好黨代表去選中央委員 中央委員再去選中常委 那當然就是我有錢有群眾可以動員的人 我就可以選上 所以他最後的中常委就變成馬教授的課講堂 馬英九在上面講話下面坐著聽 都是他的部下 所以你今天搞成國民黨這樣的話 你除非真的要徹底的改變他的這個傳統 黨主席你既然要做主席 你就要領導這個黨怎麼走 否則的話你說 大家說韓國瑜出來的話一定會選上 就是那個人講的 對 好如果韓國瑜選上的話 正好新黨現在泡沫化了 那你韓國瑜最後就是新黨就變成新黨的第二 那國民黨就打包回南京就好了 就不用去玩了 打包回南京 好來這個國民黨現任的黨主席張啟成 是不是真的像佩芬姐講的 真的個性喔 太軟嫩 所以才會讓中常委在中常會 不管講什麼言論都可以暢所欲言呢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喔 等一下要來看最近這位爆紅的中常委 謝崑宏 他今天是帶著法師 在國父紀念館前開談做法喔 我們稍微回來帶大家一起來看 國民黨中常委謝崑宏一早邀來法師 在國父紀念館前開談做法 說笑替人民畫文解煞 只是日前他在中常會上稱孫中山得道成仙 遭自家立委費洪泰痛斥白目 謝崑宏倒是有另一番見解 其實他是有很大的期許的 因為白日依山靜 黃河陸海流 他講的白目是這兩個白目 委員的內心是期待中國國民黨的年輕人 的後勁都能夠更上一層樓 白日依山靜 黃河陸海流 欲窮千里目 我們希望謝崑宏常委能夠更上一層樓 中國國民黨的中常委是非常重要的位置 一言一行也會某種程度代表中華民國 謝崑宏被黨內黑得滿頭包 但本人卻不以為意 上位說江啟成是孫中山繼承人 不過黨回選戰卻沒有力挺江啟成 我心中最屬於他不選的 我們的虎哥周錫瑋 我最支持他當黨主席的 可是他有他的考量 兩岸是一家人 家和萬事心 如果都吵吵鬧鬧鬧鬧鬧鬧鬧 那兩岸人民怎麼同心同德 心靈契合 常會的發言每一個常委有他發言的權利 當然他也必須為每一個發言的人 講話的人都會要為自己的講話內容負責 所以所有的發言也都必須 這個向黨員來做負責 中常委謝崑宏宛如自走炮不受控 逼得江啟成說重話 只是不知道有沒有制止效果 國民黨這位連任好幾屆的謝崑宏 趕快請明佑哥幫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因為其實上個禮拜三新聞就鬧很大 因為謝崑宏在中常會上 就直接說了孫中山 國父孫中山已經得到承接 連他的法號都告訴大家 叫做韋慈真君 然後當場就點名坐在他前面的江啟成 說江主席您就是國父依托的繼承人 這番話馬上就被 所以國民黨立委費洪泰痛罵 那我們看到今天謝崑宏 他怎麼解讀費洪泰這樣的話 他說是因為白日一山盡 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木 所以取了這個白跟這個木 所以他解讀是費洪泰 希望國民黨的年輕人可以更上一層樓 這樣解讀真的也是滿高竿的 來明佑哥 我覺得他不簡單 因為讓國民黨的這個直播可以直接中斷 大概就是他的發言 因為那一天是在講氣候變遷 是 那國民黨的政策主張是什麼 那他說呢 因為孫中山先生呢 很care這個環境 要公平公正 所以從孫中山一開始就最注重環境的 所以最注重環保的 所以他被託夢呢 這個國父告訴他呢 他叫做韋池真君 所以 江啟臣變成一個繼承人 因為他謙卑年輕 所以那一天就場面搞得很尷尬 可是你不要小看謝崑宏 他講這個話呢 在台灣很多宗教信仰裡面呢 有人又當作真的 你知道嗎 在這個新鐵保山 也有人供奉這個蔣介石 叫做仙爺蔣公 所以你看 他是基督道 這兩個都基督道 你都拿來拜 你看 所以 我們台灣的信用是多元的 我尊重他 不過他講這一席話之後呢 最尷尬的是講啟臣 因為這樣背就背不離了 你現在跟我一時有的人 要用蔣經國的繼承人 你現在直接是說 是這個國父孫中山的一坡 這時候他就賣做這個主席 你知道嗎 因為他站在後面而已 不知道他扣過嗎 可是你不要看謝崑宏 謝崑宏他是二林郎 他老闆做過這個台灣姓農會總幹事 他妹妹要是現任的議員 他在2013年 要選過國民黨的主席 雖然人數不過了 但是我們有那個勇氣 八戒的中上位 家裡實力有夠厚 尤其你農業要補分 他們都會撞回系統 所以你就知道說 國民黨的中上 會裡面 有一些中上位 那背景還是不簡單你知道嗎 那一個比較開門 有人說 那沒什麼名字 有的留意又被他批收 看不去 但是事實上人家是連八戒 那些基層實力非常雄厚的 是 可是所以不知道 維持真軍如果在二林蓋個廟 會比那個共產黨廟還要大 因為有維持真軍的價值 國民黨今天為什麼會走到這樣不接地氣 因為你們每天都在空手忙上你知道 包括你看立德國一樣 你看 上禮拜兩個最好笑的事情就是 國民黨裡面這樣風笑 你做國民黨的主席很難為啊 剛才我看新聞你風問的時候 欸我是 我是最接地氣我在立法院的欸 但是你們的李德偉一個媽 萬軟豬腳最近大賣 你去線上國有要電過電過嗎 為什麼 對 因為你們立法院包括費洪泰說 指引美國豬肉這一千多公分 到底跑到哪裡去了 而且這種混淆的說法 好像是混 李德偉說混到了萬軟豬腳那邊幾家店去了 欸大家當然會警覺性高啊 現在說到美國豬肉 欸大家都警覺性很高的啊 但是 美國豬肉有跟萊克多巴胺嗎 國民黨因為我這點不要跟你說清楚 因為這個公道要過 所以你可以看到李德偉的發言 反而引起綠營的人 開始去買 喔所謂的這個萬軟豬腳 然後台灣很多民眾開始去上網訂購豬腳 欸你們都在作反效果欸 所以謝昆隆這樣的講法也沒錯啦 因為喔 一個政黨現在如果失去了靈魂 一定要找回他的靈魂 如果他們的靈魂就在主席的後面 那趕快把他找回來 所以兩天喔 國民黨如果有機會 像廢洪泰說的 謝昆隆如果就更上一層樓 反正這個孫中山的頭前 按一個行動 每一次開火都拜一下 拜之後國民黨就起訴回聲 如果這是國民黨的思維 叫做可悲兩個字啦 為什麼呢 因為國民黨現在光一個主席選舉 就搞得混混亂亂的 沒有中心思想才是國民黨最大的問題 為什麼像佩芬姐那麼好的人才 不會留在國民黨 剩下來讓人家看笑話留在國民黨 欸這個如果去當中常委的話 國民黨現在早就大破大力了 不是嘛 好的人都走了嘛 就像謝昆隆講的 就像韓國以前媽媽做倒胎一樣 如果他們的思維都一樣站在這種 單身 要找回自己的靈魂 我告訴你 在現在我這個年紀 好啦我年紀以下的年輕人 沒辦法接受 為什麼 因為他一定是去看這個民主國家 你的政黨價值是什麼 這也不像連勝文去跑一下 黃復興說要選黨主席 國民黨有可能是這樣當選的欸 可是當選國民黨主席之後是什麼 你知道總統政權要拿回來 還是說我國民黨可以繼續讓國 有辦法讓國會過半 這才是問題啊 國民黨現在問題是沒辦法壯大欸 所以我認為說 像謝昆宏這樣子炒作一下新聞也不錯啦 因為大家去follow一下國民黨的新聞 因為我最近在google這個江啟成的新聞 他最熱門都在上個禮拜的新聞了 連簽書會都沒什麼新聞出來 這為什麼他的聲量會低成這樣 三月你還記得嗎 我江啟成在國民黨內的滿意度有70幾%欸 那今天怎麼那麼快就落下來了 所以現在謝昆宏今天請我輸起這個 孫文紀念我那裡做法 拜託給他做好一下 我江啟成最近的民調可以回聲嗎 國民黨的氣勢可以回聲嗎 七位這個主席江啟成我都連人嗎 那如果這樣我就幫你黑漏 兩天再參這個三星宿 每一次開中宿的都給他拜 標是有零啊 那不是這樣 所以如果今天國民黨走到這個階段 我是充滿了悲哀跟悲觀 尤其是江啟成說自己最接地氣的話 這樣根本接不到地氣 給我一分鐘我來回應一下佩芬姐 因為佩芬姐剛才講到菅義偉 在國會備詢的時候 去講到說他不會援助這個台海如果發生戰事 他不會援助台灣 其實很簡單原因 因為在日本的憲法第九條裡面 他們叫做自衛隊 那後來跟美國簽安保呢 注意去看安保條約的內文裡面 他是支援其他國家 他沒辦法主動去救援 主動發動攻擊 這都沒辦法的 所以菅義偉這樣講也是沒錯 如果台海發生局勢 美國要來救援 他可以聲援美國 澳洲要來救援 他可以聲援澳洲 這是他們國家的情勢 雖然安倍一直想要把這個法推翻 變成他們有一個自主性 但是依照美國 日本的憲法第九條 這是很難發生的事情 所以一直希望能夠內閣容姓再改選 然後把這個憲法再修改 這給我一分鐘去補充這一點 謝謝 好 謝謝民友的補充 另外也要請教這個劉主席 剛才講到顧民棟的租席張啟成 你看他是不是完全hold不住 他們的中常委謝昆宏 而且剛才人家謝昆宏說 他挺的黨主席 是這個周錫瑋 也看起來也沒有把張啟成 放在眼裡的感覺 我本來是想要嘲笑謝昆宏 郭民棟現在才會選的中常委 那些智商怎麼會假 我現在越看越看越看不是這樣 他說他是一個很懂的媒體的人 你要看他說一個這個無厘頭的東西 喔 穿得你看 就一個郭民棟的中常委像最近穿得這樣 現在全台都有知名度囉 對啊 大家都知道 再說 復興又來 再幫忙 這是太厲害 但是我剛剛以為他的那個樣子 是有點白痴 看起來蠻聰明的啊 所以我在想他是有設計過的 要博得媒體的青睞 不過我覺得會有這個現象 會這麼樣的亂演 也會上媒體這件事情 其實突然出國民棟現在真的百萬 在台灣最大的在野黨的身份 搞不好都會丟失掉 這不是開玩笑 因為塑菌怎麼會丟失掉 他還要用這個方式 每天才會去注意 台語講 日本時代有一句小禮 我剛才說過 中衣看不好看洗衣 洗衣看不好看冬季 現在已經請冬季了 比如說八個月就找不到什麼好油 只要找這一公 地心出來浪浪的 這個表示他已經 坦白講啦 現在國民黨這些人 如果如果你如果 中間之外 中間國要再換 這些人都隔三五輪 大概我像 大概除了那個朱立倫 因為他講話好像比較親密 剩下的都說要跟公衛 公衛都要來打 公衛都要打你 你每一個人都說 不要打 手就不會打 這就是導航嘛 其實國民黨只要繼續走 這個親中的路線 他不會說在台灣的選機 會越來越過人 人家就已經要到門口前了 你要整天都不知道 你替他公衛 你就公衛了 其實國民黨應該 不好意思 我們選團 最近我常看法輪功的電視 哪一台就不講了 我覺得他們那個意識形態 超像早年很有志氣的國民黨 他自稱為中國人 但他很反對共匪 他覺得共產黨就是讓中國 這個越走越窄 然後即將會滅亡的一個政黨 共產黨 法輪功是這樣罵共產黨的 你國民黨如果怕法輪功的路線 我覺得台灣人會跟你打破 你自認你是中國人沒關係 但是你是反對這種荒謬的 瘋狂的 阿爸的 要給他們欺負的共產黨 很可惜國民黨沒有走到法輪功 他們那種意識形態 走到這種八個月的 什麼 講話 講話就是你幫共衛七八糟嘛 這個東西實在是 才會產生 像這個謝坤宏這種 中常委 大概以前 就剛才佩服人家講的 以前的數值多高啊 能力多強 數值 變成這種 中醫看不好看誰 誰看不好看黨 現在已經要看黨 這個病已經在不好睡了 好 攪解完 這個國民黨現在的態勢之後 我們稍微來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真的要好好來請教永宏議員 因為最近這幾天 大家最關心的就是台中的社會事件 怎麼會有台中的小朋友學柔道 學到最後被摔到命尾呢 到底目前就責到什麼樣的階段 等一下回來好好來請教一下議員 二十四號晚間 檢方再度付訓核信樓道教練 改認定他涉嫌傷害致重傷害罪 且有勾串證人之餘 向法院申請羈押獲准 教練從原本的吳寶請回改為羈押 男童爸爸得知消息感到欣慰 但事發至今何信教練在第一時間 近還急忙謝澤 說是孩子的問題 同學陸下打氣加油聲 爸爸刻意在病床邊反覆播放 希望孩子能聽見 只是七歲孩童哪受得了重衰二十幾次 人在家戶病房依舊昏迷不醒 我看他的照片的時候 他受到因為那個臉部腫的樣子 那個大概我們在一般看跳樓 最樓大概四五樓最下來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有知道說你力量超夠大 他說他很生氣 他也可以強身以外 要被我們保護他的家人 他就是他自己選擇 但是他就不安 他要耳朵的爐刀 所以今天做人的事物 我阿伯看得到地上都會傷心 男童伯父透露孩子學樓道 最初動機是想保護家人 卻沒想到 現在竟躺在病榻上與死神拔河 家屬盼望奇蹟出現 孩子趕緊醒來 好這個週末呢 大家都在關注的就是 台中這一位只有七歲的小男童呢 他去學柔道 結果怎麼會呢 被學員還有教練 在90分鐘之內過肩摔27次 最後他是陷入重度昏迷 現在人還躺在加護病房 跟死神拔河 我要請教台中的永宏議員 現在到底就責到什麼樣的階段呢 其實這個真的非常令陽傷心難過 還好聽說我們這個小男孩 現在有整個狀況有好一點 好像臉有比較小腫一些 目前檢方是以這個過失傷害來 要準備來用過失傷害來起訴他 然後要把他收押 那如果小朋友不幸走了的話 那就變成過失致死了 那其實蠻嚴重的 那目前當然因為這個 和教練已經被激壓 那當然我看到網路上 大家都非常憤恨不平 那會追究很多事情 第一個會追究說 你這個場地到底是誰的 那我稍微我也去了解一下 他這個場地是這樣 他這個場地其實過去是屬於縣政府的 縣市合併之後 就是變成台中市政府了 那他這個體育館呢 他是長期借給這個柔道協會 對不起柔道委員會 他是一個單向的委員會 單向的體育會 借給柔道委員會做什麼 做推廣柔道運動之用 所以我問過教育局說 那你有沒有收租金 他說因為他沒有營業沒有營利 所以沒有收租金 包括水電費都沒有收 因為他沒有營利 他只要做推廣 那他這個推廣其實也蠻久了 現在問題是在說 大家說他不是教練 他為什麼能夠去教小孩 那柔道總會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也做了發一個公文 聲明說他不是教練 他沒有資格做教練 可是問題又被人家打臉說 他出去參加帶隊出去比賽的時候 又把他掛教練 那坦白講 這是過去體育界的一個狀況 也不能說是肉心 因為過去體育 其實這六七年才開始說 你這個教練是要有教練證的 以前沒有 所以事實上以前的 不管是國手或者選手 他們開始 你過去是 你就是前輩 你就是學長 那你就可以回來帶學生 但是像 比如說排球界就是這樣 排球界說你不是教練 你不是老師 你就跟著去 你就不能叫做教練 你要掛領隊才對 那也許他們柔道界的習慣是 因為這位是曾經的學長 大學長 所以給他掛教練 其實這個現象已經是不對的 他在柔道總會 他帶隊出去的時候 還是一樣給他掛教練 那現在柔道總會 當然是給他切割 那我看台中市的這個 柔道的這個委員會 基本上也是 他說這個是在推廣 所以我覺得 就是說大概在場地的部分 可能未來 我覺得教育局 這是屬於教育局在管 我問過教育局 那教育局以未來他 因為他是這樣 我這長期就是推廣柔道 所以這個已經很久了 不是今天才發生 我說你什麼時候開始簽了 他說其實這個也 因為從台中縣政府時代就開始 現在問題在於說 因為他是推廣 所以他是沒有收學費的 但是那個教練 他等於是在把帶校隊 帶選手方式 在對小孩子 這個就不對了 第一個你也沒有護具 第二個選手 因為大家體育 如果從體育科班出身 就知道 因為帶選手 其實會比較嚴厲 那不管是過去 體罰是很嚴重 當然現在是還好 我覺得這個教練 那個身心狀況 其實已經不適合在帶 帶這個班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令人髮指的是 他在群組上 說這個會館保留住了 暫時沒事了 大家還是可以相互聯絡 然後每個家長都 他上面的群組 80人群組都說 謝謝 謝謝 這個很誇張 所以我覺得這大概是一個 可能是他們柔道界的一個 一個常態 那我想今天 這個法律已經在處理 我覺得這應該就讓法律來處理 那當然我也問過教育局 台中市教育局也說 他們未來會來檢討 就是這種場地的租借 但問題在於說 他們這柔道館是長期的 因為你那榻榻米不是說 我今天 我今天這個場地 這個體育館 我今天借給你做這個事 明天借給你做那個事 所以它那個是長期的 所以它包括柔道也在那邊練 包括角力 事實上它整個場館 體育館 還有借其他的單位在辦活動 所以這件事情是 大家勢必會追究到台中市政府 但目前因為它那個是長期就這樣子 而且它沒有盈利 所以這個部分很好 就是推廣運動的部分 然後我稍微借一分鐘來講說 回到剛才講這個國民黨黨主席 我覺得國民黨黨主席 現在選舉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韓國瑜 要不要選是一個關鍵 那豬跟江跟聯 到底他們這幾位 目前看起來都撲朔迷離 但裡面看起來 最沒有實力的看起來 我覺得看起來比較是 為什麼是江 因為他的動作非常多 剛剛明佑有講說 他又要公布一個民調說 國民黨內 對主席滿意度有七成 我一直很好奇說 這個民調怎麼做 首先你要找出國民黨的黨員來 第二個 你看他最近又動作頻頻 這幾天大家都在傳說 國民黨好像又在做民調 因為有黨員接到說 你對主席的滿意度為何 第三個他不是這樣現在 一直在做這個 什麼新書發表會 是 辦了好幾場 對 就是說你看真正有實力的人 不管是韓國瑜啦 不管是朱立倫啦 他們其實老神在在的 所以大家在問你們 到底要不要選 那這兩個是老神在在 好像是這個江啟臣是 肇事連連 我看他是最 可能是最危險的一個人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連勝文 連勝文本來沒有要選 我覺得他就是被這個 被拱上來 不是 他就被江啟臣氣到了 就是你背著我 然後你就去把這個 柯文哲打在那裡 你不是太多了 我沒有想到 你不是太多了 那是這個 我現在在家裡 你不是太多了 你不是太多了 你不是太多了